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邱署長 有請署長 委員好 署長好 署長,我想今天我們還是有提到這個二代健保的議題 那你剛剛其實報告裡面也已經提到了 就是說雖然我們二代健保不是一百分的健保 但是其實二代健保如果前署長講的沒錯的話 他基本上也肯定這其實是跨出了一大步 那我這邊其實就整理出來 如果我們看一代健保跟二代健保 其實有一些錢過去在一代健保的時候 他是一毛錢都課不到的 但現在二代健保的改革我們可以看到 像你剛剛報告的鼓勵的部分 過去我們其實是完全沒有課徵的 在一代健保裡面對不對 是 這個是完全沒有 那現在二代健保要上路的 之前大家也在討論股票鼓勵的問題 其實你們後來也決定其實是要課徵了 所以鼓勵無論是現金或者是股票 都一定會課徵對不對 對 現在都會課徵嗎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的共同 對我想這部分還是要給予我們這個衛生署高度的肯定 我覺得改革其實非常不容易 我記得在談這個鼓勵的部分的時候 大家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雜音 那我覺得你們堅持這個公平正義 然後推動這個改革 我想這個部分還是要給予肯定 那剛剛我也看到在兼職所得的部分 其實你們也充分去保障了這個弱勢的部分 看到兒童少年還有這些中低收入戶 還有甚至是學生在學的大學學生 那你們都給予他可以免扣取這個補充保費 那我覺得在改革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去照顧到弱勢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精神 所以我想我們衛環文會開那麼多次的會議 其實是我覺得衛生署都有廣納去參採大家一些重要的意見 所以我想這一點在改革過程當中 也去保障到弱勢的權益 這一點我們應該給予肯定 那另外剛剛其實有提到的這個利息所得的部分 我想利息所得是之前媒體也好 銀行公會也好 好像大家的這個聲音最多的 但是前一陣子我也看到一個新聞 是財政部長邀請這個公股銀行業者 他們主動就是發起 就是說只要你今天這個存戶不要拆單的話 那其實你的那個用信用卡或金融卡消費 可以去回饋到他革免的這個保費 補充保費 關於這個部分是不是你們要再補充說明一下 這個是是不是已經確定 如果確定的話我覺得這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突破 從原本大家一直在覺得特徵成本過高 到後來其實大家終於可以集思廣益想出一個好的辦法 這個目前就是就公股銀行的做法 你們可不可以講一下 好那我想這個比較細節 那個是不是取餐士 他對跟金融界的互動非常 對我想取餐士可能花了很多時間跟精力 你們目前得到的共識是什麼 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塊除了我們衛生署自己的努力去溝通以外 當然也非常謝謝我們的財政部還有金管會等等這些相關的部會 一起都促成相關的事情 那目前來講我們所了解台銀是有這樣的一個產品 而且已經成熟 他們也非常希望透過銀行工會的力量讓其他的相關的銀行也能夠加入 但是財政部對這方面態度上應該也是支持鼓勵 財政部的代表在嗎 可以講一下 來 副署長 財政部一向對於我們衛生署所處理的這個二代健保的一個相關事項 我們一向都非常的支持 肯定 謝謝 所以這個部分您會再繼續就是請各大銀行公 就是由台銀主導然後去推動其他的銀行也跟進 在這個部分就是說怎麼樣去降低民眾財單的狀況 你們其實會繼續去推動嗎 我們很樂意 謝謝 好 那我想這邊也謝謝財政部 其實我們政府是一體的二代健保的改革不是只有衛生署的事情 我想財政部就他的職權他願意去協助推動 然後去降低那個整個行政的成本 我覺得這其實是全民之福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想也應該給予肯定 那剛剛其實之前趙委員提到的就是房租的部分 今天媒體又提到說大家又想要規避 然後把兩萬塊以下拆成五千五千這樣子 我想問一個問題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現象目前就法令上來講 有沒有法可以管理民眾這種規避的行為 是 那個一般來講我們當時設的時候就是設定就是機構法人 才有辦法這個才有才需要徵收 因為我想我們認為是私人的多半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我事實上也是考慮到弱勢 那至於是不是因為兩邊要達成這個契約行為 這個是一般機構法人是不會做這樣的事 那麼所以一般我的感覺是不會太多了 不會像媒體講的 那個是不是取參事還有更深入的見解 取參事剛剛有說其實本來就在你們的預估的情況裡面 就是因為其實任何新的規範大家都會想有一些所謂合理的一個避廢的行為 所以這些當初我們都有做一些估算 那像委員所說的當然他們如果雙方面都願意的話 我們現在是不能阻止他 但是事實上他都牽涉到是不是他真的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但一般的機構法人他的房子租金在兩萬塊以下的應該是偏低吧 很少很少對不對 所以他畢竟是兩萬塊以下拆成五千才有辦法 如果他一般辦公室租金大概都是五萬塊以上的 對所以可能他猜的話不見得會像今天媒體所講的 那個情況其實是這麼高的 當然我們也呼籲其實二代健保 剛剛署長講的今天你挺健保 明天健保也挺大家 這個照顧健康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所以我們應盡的義務跟責任 我想這個部分也呼籲我們社會大眾 其實大家在這個部分應該是要來力挺的 好那所以呢 非常謝謝 剛剛其實我們看到政府的財政責任 我們看到一代健保跟二代健保 其實政府從原本負擔的34% 其實是提高的 已經到36%嘛 所以我想在二代健保這整個改革的過程 民眾要參與 政府責任其實也已經多負擔 所以本期是認為說 就應該要讓他如期而且順利的上路 這就在明年的1月1號要開始啟動的 所以我希望也呼籲全民大家一起來支持 我們的二代健保 那就像署長所講的 如果明年開始實施之後 在過程當中發現還有一些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開始去蒐集 可能未來四到五年之內 或許有一個更完美的 現在是75分 可能五年之後 可以真的有一個趨近90分以上或100分的 三代健保可能會出現 我想這應該是要往這個方向來做 我們就是會很快的來 當然現在要先辦了 辦了以後呢 我們知道很多的問題以後 我們就會再來做一些修正 大概還要取得實證的經驗 我想任何的改革真的很難一步到位 那能跨出一大步 這個其實就應該要珍惜 而且全民應該要共同來力挺 好 那這個 在二代健保部分 我們希望他就是順利如期的上路 那另外一個議題呢 就是我要救教署長 就是關於今天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看到那個AED 很謝謝那個江委員緊急就調度 讓我們實體看到這個AED的一個效果 但是呢 在這個修法過程當中 我也有一個問題想要提出來 就是說其實署長自己有提到 AED設置的場所 就是過去你們委託台灣急診醫學會的報告 它其實要有高密度高風險難到達高效益委員則 那我不曉得說就現行我們這個衛生署 已經有的這一些設置AED的點 都有符合這一些要件嗎 因為我同時看到有另外一個委員他提出來 講哪個新聞他提出來的版本 他就說應該用他的那個流量250人 而且是50歲以上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提出這個標準 他的依據在哪裏 但是我看到衛生署是肯定他這樣的一個原則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署長要講一下 因為他的單位成本看起來不便宜喔 如果按照你們估算了2000多台 你說要5億代表一台到20萬 那所以他整個的那個放置的點 是不是也應該要再更神聖一點 這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是這個250人這個是美國的心臟學會 提供的標準 他們提供的標準 那這個是當然在如果是以世界的標準來看 這個是應該是很重要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